材料清单,面粉255克,紫薯泥70克,菠菜蒸20克,酵母3克,水油3-4克,紫薯上锅蒸熟,放食品袋里用擀面张压成泥备用,用100克面加入一半的酵母,和45克水合成光滑的面团,另外100克面粉加入紫薯泥和剩下的酵母合成面团放温暖处发酵到两倍大,紫薯含水量不同,要酌情掌握, 面团比蒸馒头的面烧硬点就可以了,发酵完排气,揉到面团里没有大气泡,分别切割成大约5克的面剂子,如果做单色花,就切成10克的,千万别弄大了,否则冰出来太丑了,揉面之前用菠菜汁,加入了55克面粉合成面团备用,不用放酵母或者泡打粉,把每两个不同颜色的面团按扁重叠, 擀成中间后边圆薄的面皮,面筋量薄一些,使两个面片粘合在一起,擀完后,五个一组逐个叠加上,用筷子在中间压一下,使面片粘在一起,再用刀顺着筷子一切开,把一半面片从最后放上那个面片卷起,另一半半面卷起,就成了两朵不同颜色的花, 然后把花边往外翻一点,把绿面团改成薄薄的面片,切成大翻角形准备做花包,五个绿面片均匀的摆放一圈,绿面上抹一点水,把花放在上面,把绿面片再抹点水,往上贴在花侧面,这样一个花就做好了,逐个做好后,放在锅帘上再发酵一会, 看到面团有明显变化了,就可以开火蒸了,大约15分钟关火,闷两三分钟开锅盖,成品图,怕麻烦的可以做单色,白面团的也很好看,难怪你抹面做的单色,合影,用签字穿上,变成花束,成品图,这是玫瑰花盖,小鞋是经常做面时的,就不用看我,哆嗦这么长了,面量也不用那么精确,面多了,可以随便, 做点什么,不用纠结面量,自行就能掌握,再就是,面团不要太软了,蒸熟了会走形的,经过多次实验,绿面团放一点油比较绿,不用放酵母,感觉蒸出来变色轻点,面一定要揉好,否则蒸出来不光滑